大家好,今天我参加了Tiny Food的Space的聊天 讲到了XGPT未来可能对职场的变化有什么影响 讲完之后我觉得有些内容还是值得记录下来 有些内容需要补充一下 所以录这期视频跟大家完整的去讲一下 那么对于XGPT对于职场的影响 很多人会觉得会不会很多岗位就会突然消失了 然后甚至说像律师或者是马农这样的之前的高薪的岗位 甚至医生可能都会被XGPT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替代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太对的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人们对于这个新技术的影响的这种理解 往往它会高估未来两年新技术对于整个市场变化的影响 但是低估新技术在未来十年的这种变化和影响 我觉得这句话同样也适应于XGPT 未来对于整个社会对于职场的影响 那么大家知道XGPT在爆火之后 它背后的公司OpenAI 大家也慢慢熟知了 那么OpenAI在早期获得了微软的10亿美元的投资 后来又追加到100亿美元 现在可能还会继续追加 那么其实呢背后也是因为微软发现XGPT的这个技术 就所谓GPT3.5甚至未来的4.0 我相信微软暂时靠自己的研发恐怕很难做到这个水平 所以它就索性把这个OpenAI的这个新技术 嵌入到自己现有的产品里头 提供一定的这种整合能力 然后迅速构建自己的竞争优势 那么现在像微软的这个协同工作和视频工具 Teams据说里头已经嵌入了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Teams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功能 那么可以想象 如果这些相关的XGPT的功能 嵌入到日常的这种微软的这种协作工作之后呢 它会这个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变化呢 短时间之内不会让很多的工作岗位就彻底消失 它是一个慢慢改变的过程 这个改变并不是在岗位的数量上的改变 而是每一个岗位上的人他的工作方式的改变 那么这个工作方式改变也是渐进逐渐推进的 所以这就是我引用比尔盖茨那句话 所谓的高估两年之内的变化 在两年之内 XGPT可能不太会导致大量的岗位的就被所谓的人工智能所替代 而是逐渐的让绝大部分岗位的工作方式有所改变 当工作方式改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形成雪崩效应 这时候突然有些跟不上形势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这时候可能就是两年之后了 比如说三年甚至五年 那么由于人们工作方式的改变 导致了这个岗位的要求本身发生改变 乃至岗位的数量产生雪崩式的变化 这个是我目前看到的最有可能的这种XGPT 影响整个职场和工作方式变化的最有可能的路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看到XGPT现在已经经过验证的几个能力 包括语言能理解能力 就以前的对话系统可能或者人工智能系统往往很难去充分的理解人的意思 但是XGPT本身理解能力很强 如果再经过这个一定的个性化调优之后 他对于某一个特定人的他的所谓的要求或者是这个问题 他理解能力会大大加强 这是第一个理解能力上了一个型的台阶 第二呢就是文档生成的能力上了一个型台阶 他现在的文档生成已经有时候内容有些薄弱一点 但是他的整个语法和结构已经可以说在平均水平以上了 人的平均水平以上 第三个呢就是编程和这种这个相关的技术处理能力 这个就很明显了 因为他自己也表现出非常强的编程能力 那么具备这些能力之后 我们平时的工作方式会有哪些改变呢 比如说我们正常所有通过视频完成的会议 他全部都可以给你做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公司的绝大部分的这些沟通协调的工作都是以会议来方式来进行的 那么完成之后如果有了一个会议记录就很容易被查 然后进行跟踪这个区分责任 以及确保最终会的目标能够实现 所以你可想而知 如果所有的会议都能够有清晰的会议记录 系统自动生成自动跟踪的话 这个公司内部的这个流程效率会有多大的提高 对吧 另外一个呢就是所有相关 比如说程序员编写的代码 那你可能就不需要自己再去做相应的这个文档编写 系统就可以自动来帮你去做编写 甚至说因为很多程序就是系统 它GPT生成的 所以它生成文档会更加的容易 那么可以说程序员积累的史山的那种局面 就是层层叠叠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代码 堆叠到一起导致碰都不敢碰 改都不敢改的这种局面 一定会大大得到改善 因为所有代码它都会有详细的文档记录 起码是在XGPT广泛应用之后 那么史山不再变史了 有更加好的透明性 有更加好的可读性可修改性 甚至说以后相应的修改 甚至可以由XGPT来为主来完成 你可以想想这个效率会有多大的提升 第三个就是很多技术人员 很多这种业务人员 平常要依赖于技术人员完成的手段 自己就可以通过XGPT来完成 比如说提取相应的数据 做一些相关的报表 尽管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报表工具 有各种各样标准的数据处理手段 但是对于业务人员来说还是很困难的 你让他做一个透视表 在Excel里头的大部分技术人觉得 这是多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对Excel不熟的人 它始终是一个困难的 另外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在写一份分析报告 我这里要引用到 比如说我的竞争对手某一个财报 里头的某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记录销售收入 那我以前就是要Google 找到相应的公司网站 把年报当下来 然后再找这个地方记录的是 它的收入 然后我再把数据拿出来填到我需要的地方 那以后就插GPT 你直接说一句话 他自己就帮你找出来放进去 所以搜索的过程 尤其是有明确结果的搜索的过程 会变得非常轻松 导致你在编写相应内容 尤其是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 这个查询的过程会非常的轻松愉快 你想想你的工作效率会提高多少 那么这时候呢 你的工作方式会随着XGPT这样的助理 去对你工作的支持 就会变得越来越聚焦于你的这个业务主线 数据方面的你不用操心 你根本不用担心数据在哪里 对不对 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数据的 这个格式是什么样的 如何提取 你以前要想想seql我select然后from加什么样的 我要紫句现在不用了 你就直接说我要什么输入数据 他马上就能理解 甚至还可以反馈给你这个数据有三份 分别是在系统一系统二系统三里头 呃在哪个表里头 它的格式是什么 你需要哪个好 我我说我知道这三个系统里头 数据可能都是都是销售额 但是其中有一个我知道是他他是原 他的统计口径是什么 我就需要从系统二里头把这个数据提出来 那他就直接帮你提了 你不不再需要什么用户名口令 然后再去写seql然后connect上去等等等等 他都可以帮你去完成了 你想想这个工作效率提升会有多多大 但是这个效率提升不是以你的岗位消失为前提的 你明白吧 是以你的工作工作的这个方式改变和工作产出大量增加为前提的 所以这就是他在前两年改变职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当你的工作效率大量提升的时候 类似于像你这样的人 可能以前五个人能完成的 你现在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之后呢 当这个提升的效率稳定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那么逐渐的人员的需求就会降下来 那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 这就是我认为XGPT未来改变职场的最有可能的一条路径了 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有些人会觉得这都是你自己单方面的想法 2017年2018年的时候 美国最大的运营商AT&T当时推行了一个企业内部的全员学编程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刚公司当时掏一年掏10亿美元出来 为公司2.5万名员工培训 呃 编程 就学怎么编程 不管你是什么岗位的 你是back office的财务也好 你是人力资源的也好 或者你是网络维护的也好 甚至你是前端的营销人员 你都要学编程而且一个应该是一年 好像是一个月给你48小时还是什么 而大概一年下来合计是四个星期 专职用来去学编程 然后额外再给相应的这些资金支持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AT&T为什么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传统的通信运营商 它是以传统的通信网络为核心 构建自己的业务模式的 但随着这个新技术的出现 慢慢越来越多的从专用设备 转向通用设备 熟悉通信行业都知道所谓的白盒交换机 白盒交换机内部实际上就是标准的 这个硬件 然后加以个性化的软件 就所谓的软交换来替换掉 以前的这种硬交换的方式 那么换句话说通信行业从专用设备 转向以软件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使得所有的人员都必须要熟悉软件 才能熟悉整个业务模式的变化 同样的其他的行业 如果将来在XGPT引入到自己的企业当中之后 你会发现以前很多的手工作业 逐渐会转向程序化的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以前我们你知道企业内部很多的这种报表 尽管我们上了IT系统之后 这些报表电子化了 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还是分散在个人的电脑的硬盘里 或者是一些独立的服务器里 真正能够进到数据库 都是一些最激求的数据 数据库拿出来之后进行提炼加工 最后形成报表 放到董事长总经理桌前的 可能都是已经检查过很多遍的这种简报 对吧 你生成的漂亮的PDF文件 那么这些数据一旦脱离了数据库之后 你再想查询 再想这个引用就会非常的困难 那么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一种电子化的手工 那么XGPT进来之后 以前的这种电子化的手工作业 就会又重新会被程序化的作业所替代 因为系统只要你电子化了之后 它就可以充分的管起来 因为以它的这种智能的水平 不会再局限于 你这是数据库里的 我可以用SECLE来查 但是一拿到数据库之外 以这个文文件 以PDF 以Excel 以其他的方式 甚至在电子邮件里 我就找不着了 以前是找不着了 你没有办法去记录 所以 但是现在插GPT的能力 就可以 应用 使用它就跟在数据库里头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整个企业的运营方式 从电子化的手工作业 但是这个说起来挺奇怪的 什么叫电子化的手工作业 但实际上就是电子化的手工作业 重新会转回到 以程序为中心的程序化的作业 因为你有强大的语言理解能力 因为你有强大的文档生成能力 因为你有强大的编程跟技术处理能力 导致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这种技术化的手段 去完成数据的处理 最后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对吧 那么这就是未来职场 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大家人人都可以用Python 人人都可以用SQL 来生成自己想要的数据 而这个指令下达 可能甚至是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进行 我只用自然的描述化的语言系统 就可以帮我去把以前技术化的工作 全部都做好了 这里呢 我就想打一个比方 就好像开汽车一样 我们最早的汽车是操作起来都很麻烦的 对不对 有方向盘 有刹车 有油门 有离合器 然后手动换挡 那么这个界面 操作界面是非常麻烦 要非常skillful的人 技术非常熟练的人才能做得好 那么后来呢 又简化了 变成自动挡了 没有离合了 我这边不需要换挡了 我只要地挡一挂上去 我就走 走就完了 踩油门踩刹刹刹刹刹刹方向盘 那么自动驾驶出现 之后大家就写 OK 我这整个系统希望连方向盘都没有 这是当时当初这个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 歪谋 他这个最初的这个设计 后来发现难度很大 就后来又重新把方向盘加回去了 但是对于XGPT来说 如果XGPT将来引入到这个 可以在这个自动驾驶系统里头 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驾驶员可能完全不懂怎么开车 但是他会指挥 明白吧 好我车 先出车库 车库门打开 车的操纵是由XGPT来完成的 或者是类似于XGPT这样的系统来完成的 然后人坐在里头指挥 随时提醒 我前面的一个路口右转 方向盘打多少 然后至于怎么看红灯绿灯 然后要不要判断行人 这个全 这些全部都是系统自己来做的 不需要这个 就所谓的驾驶员来操 驾驶员只是要定方向 他知道要去哪里 他知道大概要走哪条路 那么所有的细节 这个实施的细节 由系统来完成 来高效的完成 那么这个 这种司机和自动驾驶系统之间 这种配合工作 就类似于未来 我们职场上的这些 精英们和XGPT这样的 人工智能助理系统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不需要再关心细节了 你只要确定的知道你要什么 然后向XGPT提要求 XGPT就会按照你的要求 去把你想要的东西组合拿给你 你不满意 你可以让他再修改 给出明确的修改的方向 他就快速的帮你修改出来 把所有技术细节 隐含在他的后面 然后给你最高效的这种工作方式体验 这个就是未来我设想的 这种人机协作 人和人工智能系统的这种工作方式的变化 也是可能未来五到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再见 谢谢 好